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像上海 北京这样大城市 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已经成为了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的第一大常见的恶性肿瘤 那么它的发病因素我们很多在研究的话并不是很明确 可能跟以下因素有关 一个就是年龄增大 我们知道前列腺癌的很多病人都是些老年高龄的老年的患者 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说 平常的话不爱吃水果蔬菜 摄入大量的红肉 包括我们的猪肉 牛羊肉这样的红肉 大量摄入这样的红肉可能会有助于前列腺癌的发病 那么它的发病因素其实并不是很确切 年龄是很确切的一个因素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高的话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逐年的上升 所以说高龄是前列腺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因素